欸 你是要 但是我要配得出 你為什麼我要吃妙 你真的沒水準欸 真的是 出的有欸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宋芸華 今天 有一個特別企劃 今天我要邀請我的好朋友 我歡迎 丞翔 你好 你好 我是芸芸 你好 謝謝你來 謝謝謝謝 謝謝你邀請我 我第一次上這種節目 所以我的第一次也獻給你 你的第一次也獻給我 原本是大天要新的 但是後來 我還是不大天 沒有 就是這次我想要找一個 就是我很熟悉 然後又想要玩遊戲類型的 然後我第一個就想要編成槍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非常 還較勁 我要跟觀眾講 其實這個人是很喜歡 讓我們生 不管什麼東西 我都會想說 我要生死一點 但我只要碰到這種話 就想 就是要贏他 我們其實也沒有一見魚鬼 因為自己戀的時候 看起來很難消除 對啊 我一通戴紅白兵 你就知道是我第一次 沒有 我是說真的 我們在讀粉的時候 你的臉比較嚴肅 認真的臉 認真的臉 有距離 所以這是我對你的第一印象 今天要挑戰的是 不喜歡吃的東西 我好像幾乎沒有看到 你什麼挑食的部分 但有什麼是你真的看到 你會覺得天啊 不然就不要放在我面前了 綠頭 那我吃火鍋 就應該整你的時候 在火鍋裡炸飯 我最討厭這種人 我最討厭這種人 我跟你吃火鍋 我怎麼沒想到 但是其實我小時候 沒有到討厭 他是有個故事的 但是我幼稚園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我們的 幼稚園園長 他家裡種芋頭 所以我們每一天 一定有一餐 一定會有個稀飯 然後裡面就是芋頭 跟香菇 然後我有一天 我就是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已經 小小年紀 我承受不住 那麼大的壓力 然後我就吐了 那因為我是一個很愛面子 我就對芋頭這個東西 已經產生了 震恨 你拍他的眼神 他害我丟臉 多少人都是說 芋頭真的很好吃 放在火鍋裡 煮到爛 再沾一個醬油 很好吃 我真的不行 那你反正你 有兩個 一個是我平常 不會主動去吃的 叫紅蘿蔔 但真的後來想想 有一個東西是真的 我看到我會跑非常非常遠 我叫做田雞 青蛙類的 我真的很好吃 不會是你們幼稚園 你都煮田雞 我們該不會從幼稚園 故事很像 你的東西都是比較大眾 但它都是具有營養價值 紅蘿蔔眼睛會變得漂亮 芋頭也有營養價值 芋頭完全就是沒有任何價值 只會讓人聽 芋頭也有很豐富的纖維 田雞有很高的膠原蛋白 然後我趕快再講一下 不然這真的會65G 我的YouTube主題呢 其實跟勇氣跟挑戰有關係 所以今天才會想要跟你玩遊戲類型 然後也想要挑戰我們不敢吃的東西 OK 這看起來都很好吃耶 你的為什麼都看起來很好吃 因為人家是來賓 對啊 平常都是我去當女人的來賓 我突然沒有自己招待來賓過 OKOK 你會不會知道床子也要恨我 我把我封死 我真的會吐 吐在你身上 他真的會吐到我身上 我們平常吵架還就是這樣 現在就不能說 對 嗶嗶嗶 對 原話是一個很有益氣 然後 他 誰 他 誰 誰 就我這邊 我這邊的對不對 好 不然是我這邊的嗎 我一定要吸到育仁對不對 對 你一定要吸到育仁 沒有 這個育仁沒有太郁味 其實 撐香沒有很怕育仁吧 育仁我倒是 誰 誰 你不是很會玩遊戲嗎 等一下 誰很會玩遊戲 這個布丁好像也沒有很慾 還好吧 我覺得OK 誰這樣 這個遊戲會不會 分組結束 很有義氣 很 單純 很聰明 能力 然後 很好笑的一位女 好笑的 我會形容別人 好笑的 比如說像 成香幽默 好笑的意思是 可以帶給很多很多人歡樂 只要有他 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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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應該好吃 這個人跟這個人 一起拍了MV MV的內容是 什麼歌 好好的宣傳自己得專輯 這首歌 你是 這一次 我的 是不是很努力想要不講到 這首歌 走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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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人 這個人 這一次新EP裡面的一首賣歌 這支MV一定要好好的拍一點有劇情 對 邀請了這個人 對 我覺得 誰選擇 這首歌 唱 你幹嘛 你幹嘛 我好嘴唇 怎麼會這樣呢 好 MV的內容是 一個年輕的 放球夢想的男子 男孩 跟一個這個人 飾演的是 放球隊的經理 一起追夢 後來這個放球少年怎麼了 走偏了 走偏了 我覺得我們要不要 就是吃芋頭 然後直接好好笑笑 好難喔 你真的用到這個耶 你要幫我吃嗎 好笑嗎 我去吃碗 你吃碗 瘋掉了 男生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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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打我 我已經很久了 那你們想要走節目效果 還是就是可憐的效果 看我們的交情 交情 我選的一個 我們兩個利益都會到最大 你把這盤吃掉 這盤吃掉 這盤吃掉 他是唯一眼中釘 始終會想碰他 好那你就把這個紅蘿蔔吃掉 紅蘿蔔吃掉 好啦我吃完了啦 剪刀什麼布 你們是輸啊 一二二 你真的是為了這個 你真的是為了這個 有了 我絕對不會碰到他 你不能剪 好有 我現在打嗝紅蘿蔔的味道 你沒關係 沒關係 好 你選吧 再給我一個海帶的機會 海帶再給你看一下 剪刀 石頭布 五六七八 好 好 來 變對自己的恐懼 不要想 不要想 真的一口 我現在滿腦子都是 幼稚人的回憶 園長的臉 戴著一個眼鏡 有點禿頭 我覺得還是要呼籲大家 這些東西都是好吃的 不要浪費失誤 所以因為我們等一下這些東西 都會有工作人員一起 大家一起 不要吃 不要讓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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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很想你 想你吃 你要玩我一樣嗎 不要走 來囉 一二三 來吧 好啦 你剛剛都幫我吃一個了 但是我要配個粗子 你為什麼我把它吃掉 你很沒水準耶 不是 它的味道可以蓋一些啊 欸你就配蜜地瓜 我就剩一個 你把它吃掉 你真的睡不著 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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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煩耶 不要咬我 不要咬我 這沒有東西啊 不是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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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皮的顏色啦 我不要嚇到 還要怎麼了 好了啦 不是有節目不 不用備食物 我們本期有不用備食物的資格 而且它還有一些餡 你不知道為甚麼要想喝 點到為止就好了 這個可以啦 不要浪費 這個很瞎 我跟你講 OK我們 我們真的沒有浪費食物喔 好我們今天已經挑戰完我們自己 心中最不喜歡的食物了 你可以再講一次 雖然應該都有猜到 你最不喜歡的是 那個芋頭本人 真的本人不行就是不行 謝謝你今天在這個頻道上 挑戰自己 對啊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勇敢 那我的話就是我真的 就是真的沒有辦法看到皮的 雖然你是炸的 但是還有看到一些絲 還好嗎 我們今天都挑戰成功 所以我獲得了一整盤的鹹酥雞 但我現在有點反映 我本來以為這個環節會很興奮 因為最近就是很少吃炸的 想說呢 雖然可以公平正常吃炸的 所以你們女藝人 真的會有飲食的控制 我覺得好像我遇過的男藝人 只有女沒有飲食控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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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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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劉迫來來 Action 啊 現在歡迎播報最新的消息 李安珍翔新專輯 就請專輯明稱是 百分百男人將在11月27號 發行這次有四首歌是EP 很開心唯一的一首曼歌 可以請雲華來幫我拍攝 那請大家期待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支MV就是可能 花了很多心思 對然後就是可能看 浪漫書給你的人覺得 可能欣豐跟小恩在戲中 就是有一些可惜 那這支MV還會有新的一個故事 就希望大家可以來多多支持一下 然後也多多支持雲華的節目 今天就很開心她來 其實我還沒有要做Ending 你為什麼自己沒有做Ending 很明顯的我想回家吧 我想求你們放過我 瘋掉 好啦那時候大家一定要支持連城鄉的EP 然後我覺得今天我們兩個都挑戰了 自己很不喜歡的食物 所以大家可以在下面跟我們留言分享 你有沒有什麼真的很討厭的食物 或是真的死都不想嘗試的食材 然後我去看 然後跟你們分享講互動 今天很謝謝程翔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看她的MV 買她的專輯 最後大家要來訂閱這個頻道 按讚 開啟小鈴鐺 留言 訂閱 所有雲華的粉絲都要來追蹤我喔 HSIANG 她很用力的推我 好就這樣 謝謝大家 HSIANG底線 妳要幹嘛 我們那個姿勢不入鏡 那姿勢不入鏡 就姿勢不入鏡 妳快不要破壞規則吧 把這個來賓趕出去 好 總之呢想要叫更多 連城翔或是我的消息 請索利 不是 這個不准咖 還好讓我以後都常來 我想進來就進來喔